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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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拿媽媽的高跟鞋來穿 或者拿著她的手袋然後跟著就扮媽媽 或者拿爸爸的鬚袍在鏡面前扮紮紮 扮作爸爸剃鬚的様子 或許你會叫小弟妹或其他小朋友一起來 你就扮老師派補教他們做功課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仿效我們崇拜的人 其實這也是保羅在貼薩羅尼加前書第一章所講到的 就是貼薩羅尼加的信徒如何效法他和效法耶穌基督 貼薩羅尼加前書是保羅寫給貼薩羅尼加的信徒 教導他們關於主耶穌基督再臨的真理 如果你有留意的話 你就會發現在貼薩羅尼加前書的每一章 保羅也會提到主耶穌基督的再來 而在貼薩羅尼加前書的第一章一開始的時候 保羅就說 我經常為你們感謝神家 在禱告當中經常紀念你們因為信心所做的功夫 因為愛心所受的勞苦 並且因為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傳的這份忍耐 而我也知道你們是蒙簡選的 因為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裏 不單止是藉著言語 也藉著權能 藉著聖靈和充足的信心 所以當福音傳給你們的時候 記不記得我在你們當中 為你們的緣故是怎樣行事為人的 而且在大環難當中 你們領受了真道 就效法我和效法主耶穌基督 成為了馬其頓和亞該亞所有信主的人的榜樣 因為不單止主的道從你們那裏 傳遍了馬其頓和亞該亞 並且你們對神的信心 也都傳遍了各處的地方 甚至不用我們去講 因為人家聽到你們見證的時候 就重複講述你們是怎樣的接待我們 而且亦都怎樣是離棄偶像 歸向服侍這位又真又活的真神 並且等候神的兒子 而就是這位神叫祂從死裡復活 救我們脫離將來神憤怒的審判 那位耶穌基督 當我們看《貼薩羅尼加前書》第一章的時候 很鮮明突出的就是這班信徒 他們的生命的見證 他們效法保羅和效法耶穌基督 正因為這樣的緣故 他們自己竟然成為了其他信徒的榜樣 即是說其他人效法的對象 試想一下 如果有一天你的牧師跟你說 哎呀我都不用說道了 不用說什麼了 因為你們的生命當中 已經活出了福音的真體了 已經讓人們能夠見證到 神改變生命的奇妙了 這個是多麼不可思議 和令人興奮的一件事 盼望這個不單止是我們的夢想 更加希望不是一個笑話 而是真實的可以活現在你和我的生命當中 但是很可惜 很多時候剛剛的相反 就是人家會負面地批評我們 這個人是信耶穌 那我不信 或者他們會說 這樣也是紀錄圖 有沒有搞錯 盼望在貼薩羅尼加前書第一章 是真是能夠讓我們學習到 這個是可能的 我們的信心 我們的愛心 我們的盼望 我們接受主之後 生命那個的改變 是真是能夠成為人家的榜樣 以至到人家甚至可以為神在我們生命當中的作為去作見證 盼望有一日 你和我都可以好像保羅那樣說 你們可以效法我 好像我效法耶穌基督一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